好 那麼茵茵 因為下個禮拜就是我們的耶誕家節了 今天國藝你要化身成我們的暖心情人 對不對 要跟現場的粉絲朋友們來進行一個交換禮物 所以你有特別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 有 當然有 好的 那這樣我們就來邀請第一位粉絲朋友來跟你玩交換禮物 歡迎 嗨 兩位在中間 來 請問怎麼稱呼 好 那請問今天你準備了什麼 為什麼要送給我們的暖心情人 國藝呢 我準備了圍巾要送給他圍巾 是自己親手打的嗎 沒關係 我們也是感到 但是我們也是有感受到你的情意 為什麼特別想要送給他圍巾呢 因為想說那國藝會很難過 可以做過的 會很難 很溫暖 對 然後很好笑 對 你看 現在國藝健健康康的 都是被你們粉絲養出來的對不對 對 反正的 現在 哇 你真的很有心耶 那你要不要打開來給國藝看一下呢 哇 這麼用心 外面真的是 還有這樣子雪花的圖樣 我也要現在 我現在要用 感受一下我們粉絲對你心理 大家如果我有中暑的感覺請趕快提醒我 沒有問題 我就再用寶冷杯給你一杯 帥不帥 非常適合他對不對 好 但我們的暖心情人當然也有準備教他 你不要跟我們私分享囉 好 我來為國藝地上 看我包裝得多用心 來 這邊是國藝準備的第一份大禮 請問國藝是準備了什麼給我們的粉絲呢 當然今天 謝謝你來到現場 那今天也選擇了 我們Hallopity跟LiveRace的聯名商品 要送給你 打開來看一下 好 來 我幫你拿 哇 有沒有金箍 這是要送給你的 我覺得我們給媒體朋友們看一下好不好 這一次的聯名系列真的是 我覺得不論男女老少都會喜歡喔 對 這一次 Hallopity跟LiveRace的聯名真的是太可愛 太無敵了 太猛了 這是一個保溫杯跟一個燜燒罐 然後這個燜燒罐可以保冷也可以保熱 然後也可以放一些冰塊也可以 一些熟食都可以放在裡面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麼嗎 你現在跟國藝使用的就是同一款商品了 真的 開不開心 好 我們現在請媒體朋友們幫我們捕捉一下畫面 好 我們從中間的媒體朋友們開始看齊好嗎 好 我們從中間的媒體朋友們開始看齊好嗎 看上中間 好 我們來看上右邊的媒體朋友們 好 再來左邊的媒體朋友們也麻煩 看回到中間 看回到中間 好 非常謝謝我們 謝謝我們第一位粉絲 謝謝你 希望你會有一個暖暖的冬天 謝謝你 來 麻煩今天 你有沒有看到他剛剛收到的表情 有 他真的很驚喜 而且真的很喜歡 他很害羞 但是他的表情是 怎麼那麼棒 對 但是你還有一份大禮對不對 我還有一份 對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邀請我們第二位粉絲朋友們 歡迎你 哈囉 中間請 來 請問要怎麼稱呼 叫旭鳳 嗨 旭鳳你好 哇 你已經 你很有心耶 你知道國藝 他覺得他私底下最像熊大 所以特別準備的這個禮物送給他 那我們現在就要請國藝來模仿一下 你說你的一號表情 有像嗎 私下是這樣子的感覺嗎 私下都是這樣子的 因為很疲累對不對 很累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粉絲朋友們 知道你很疲累 他特別送給你一個非常感動 你看到一定會很感動的禮物 我們請揭曉 好 好 就是 啊 就是在 國藝你在拍戲的時候 可以在他 然後稍微放棄一下 嗯 熊大本人耶 對啊 你這樣就真正的成為了熊大了 要示範一下嗎 這樣如果臉又變 開始變紅了 所以我記得跟我講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很多藝人朋友們 真的非常辛苦 在拍戲的同時 是真的要抓到空檔能睡 就要趕快休息一下對不對 這個非常尷尬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睡覺你起來 會有一個恢復期 是 所以基本上 我現在在現場 都不太敢睡覺了 OK 就是一直隨時在那個狀態當中 然後可以隨時應付所有的狀況 沒錯 真的很辛苦 所以也讓粉絲朋友們 格外的心疼 因為這樣敬業 有時候也是怕髮裝會壞掉 對 那現在這位朋友 準備了一個非常可愛的熊抱警診給你 應該可以稍稍密一下了吧 這樣就可以睡了耶 對 說到這樣子你看 不然是有男朋友 女朋友啊 一直在旁邊這樣子 感到很輕鬆了對不對 對 好 謝謝這位朋友 但是 我們的暖心情人 有一個非常好的大禮 要送給你喔 哇這個也是沉澱澱的 來 來 請你打開 用你最真實的表情 你看看 大家有沒有一開始可能不太看不太懂這個圖案 但是 但是 明年是 明年是什麼年 明年 明年是雞年 所以這個事實上 模式 今年 準備預定給明年的金雞年 所一起推出的 雞的圖案的 寶溫瓶 然後一樣有溫燒灌 我們金雞的圖案就這樣子化身在寶溫瓶上面了 所以也是國藝要給你的一個祝福 你要祝福你來年 大起大力 用金雞來這樣祝福你 有沒有問題 好 這樣子希望你明年的運勢 就會一切都很順利 這樣有一種開運大發感的對不對 對 那種國藝對粉絲是非常體貼的 我們現在也請媒體朋友們 幫我們捕捉一下畫面 好 我們中間的媒體朋友OK嗎 那我們看一下右方 熊大還有金雞同樣 這樣子的交換禮物 都是非常有考慮到對方的心意而準備的 謝謝 謝謝你 謝謝